佛子 此菩萨应劝学识法 此菩萨就是第四三贵住菩萨 他应当一方面自己勉励自己学习下面的识法 一方面劝导众生学习下文的识法 何者为识 那么这应当劝学的识法是哪十种呢 所谓了知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法 修习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法 圆满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法 了知一切诸佛平等 何以故 欲令正经于三世中 心的平等 有所文法 即自开解 不由他教育 这就是所谓圣经 圣是属生 再往前求进步 就是第四诸三贵诸 希望再往前到第五诸 那么要从这十法呀 来学习 那么这十法是哪十种呢 要了知过去未来现在一切佛法 过去未来现在就三世啊 过去就是从前啊 啊 这个范围很广 进过去 约近讲 约近来讲 比较近来讲 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 前一个月 就是这个月的过去 去年 约近年讲 它是过去 乃至这样子 一直一直往前推 推到前纪无精 叫做近过去纪无穷无精 未来 未来是指将来 啊 如果月近来将 啊 今天 是现在 明天是未来 这个月是现在 下个月是未来 今年是现在 明年是未来 这样子一直往后推推到 近未来 既无穷无精 未来也是无精 过去无精 未来无精 这都是月 时间讲 现在 月空间 数 啊 这个 过去未来是数穷 啊 现在是横边 近十方 变法界 现在一切诸佛 简单说 就是对于三世的佛法呀 都要去求了解 要了知 啊 这个了知 就是了解 明白三世诸佛的佛法 这里面 包含 教 礼 行 果 四个字 佛所说的 预言文字 说出来的 那个教礼的预言文字 那是教 文字里面 预言里面 所含的道礼 那是礼 这些都不是空谈 要人依法修学 那就是行 有因不定有果 行事因将来成就 就是果 所以 这个了解 三世诸佛的教法呀 里面就包含 教 礼 行 果 四个字 在里面 那么休息也是一样的 啊 前面只是了解 对三世诸佛之法 求了解 了解之后 要起行啊 实实在在去学习去做 所以里面有行没了 怎么样子修行 啊 佛所说的法该怎么修行 要实实在在去体验 去实习 那就是 修习过去未来 现在一些诸法 一些佛法 啊 那么三世诸佛所说的法 明白之后 要好好地去修行 要好好地去修行 实习 也修习 到就近圆满 都完全成就了 烦恼断尽佛国的就近测证 啊 那么三世诸佛所说的法 要如法修行到就近圆满 那就是圆满过去现在未来的出发 啊 那么圆满就是行之就近 就是正 啊 那么 呃 了之 就是教跟离 啊 注重在教跟离 里面有行有果 修习就是行 圆满就是果 三世诸佛之法 一向认为 佛佛道统啊 每一尊佛 他出现世间的目标 都是要使众生离苦得落 那么佛所说的法 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的 跟一尊佛学 就是等于跟三世诸佛学了 为什么要说跟三世诸佛学呀 离 愿离讲 佛佛道统 啊 愿离 诸佛所证之离 相同的 过去诸佛所证之离如此 现在诸佛所证的离 也是这样子 未来诸佛所证之离 也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还要说差别的 过去未来 现在三世佛 要一一学你 这个所学的 不但是指离 离是相同的 所学的是四项上有千差万别 四项有千差万别 因为每一尊佛出现 世间在当时情况都有不同的 例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 在两千几百年前在印度的情况 啊 那么跟过去诸佛的情况有很多不同的 别说是在过去 就是现在贤解千佛 啊 释迦牟尼佛第四 跟前面第三加射佛 就有很多不同的 啊 迦牟尼佛的时候 人寿寿命很长啊 啊 那么两万岁那么多 到了释迦牟尼佛 人寿只有一百岁了 时间就短了 啊 啊 而众生也比较 欧业多了 啊 业力深重了 情况就不一样了 五诸欧尸啊 啊 那么因此每一尊佛出现世间 或者是近 亲近的国土 或者是位物的不近的国土 像释迦牟尼佛出现五诸欧尸 那是最不亲近的地方了 啊 那么因此佛所正的离佛佛道通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出现在世间的这个差别像 四像 四像是各个不同的 因为这个四像上的千差万别 要学定三世诸佛 四像诸法呀 才能适应于一切众生 才能做度化众生的功德 到了究竟圆满 因为每一顿佛出现世间 都有他不同的情况 这些一一都要学习的 所以说三世诸佛之法 一一啊 都要好好的去学习 那么理事相同 四像有不同啊 啊 这些差别像当中 都要下功夫去研究学习 才能 适应于一切众生 怎么样子来度化啊 说到这里呀 学佛 不是空谈的 不是单在文字上 语言上讲的 必定要真真实实去修学 实行 体验 所以必定要讲到修行 讲解之后就讲行 所以修习过去 现在未来 一些诸佛之行 啊 他所有的佛法 都要实在的去做 所以要讲究修行 说到这里呀 我们大家在座 未来来听听经 当然都是学佛的 既然都是学佛呀 也必定要做到 有解 有行 啊 那么 解 大家来发心听经 这就是在佛法的了解方面呢 会有帮助的 啊 但是你必定要选择一个法门了 好好的修行 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假如你没有修学一种法门了 将来把这一生空过啊 到了最后会后悔的 浪费了那么多好光阴 没有好好的实际去学习佛法 那么这个行该怎么行啊 因为自己没有属命通 也不知道过去有没有修过 只是凭你现在的根性 凭你现在的喜欢 你所喜欢好要的哪一门佛法 最起码要选择一个法门了 来做自己实行修行的这个功夫 最少你就是最忙很忙 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 很忙 忙得没有功夫用功修行 但最起码拿念佛法门来说 最最起码早晚实念法 早晚实念法 几分钟而已呀 实念法几分钟就做好了 那么早上起来 有佛像 像佛像这个殿下礼敬 最起码拜个三拜 甚至没有时间打个问讯也可以 那么或者是或跪或站在佛前念个十念法 一口气为一念 十口气 十口气成为十念 然后简单的回向文 顶多五分钟 那么再长一点也不过是十分钟 就可以把这个功夫做完了 早上起来做一个十念法 晚上临睡之前 做一个十念法 这个修行是最简单 不过了 没有比这个再简单的了 虽然简单这么一点点 几分钟的修行 总之你是有修行的了 不会完全没有啊 不会说我一天到晚就是这样 迷福过日子啊 身如行肉走失啊 实如草木同修 那很可惜 所以你能够每天 除了那么一点点时间来做十念法 也是修行 但我这个不是硬性规定 就是举例而已了 举这么一个例子 假如你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最起码一天念个一百声观世音菩萨 也是修行啊 也可以用念观世音菩萨做十念法呀 那么你喜欢念哪一位菩萨 那你每天就定下功课 天天都要做 这最重要的学法 最重要的要发横长心 发横长心 不要发落水道心 不要三分钟热度 要发横长心 天天做 不要贪多 无论在家出家 以你最忙的那一天做标准 以最忙 最忙的那一天做标准 你究竟有多少时间 可以做修行的功夫 哪怕是五分钟 一天能抽出五分钟 那么有两次的五分钟 就有十分钟啊 最起码二十四小时 你也有十分钟的 这个寻习佛法的因缘了 也不至于完全没有 最起码要这样子做 当然能够再扩充更放大一点 时间稍微多一点 一天读一卷经 或者是读一品经 或者是念多少佛 或者是定数 或者定时 无论是识念佛 菩萨圣号都可以的 但是最好啊 要有一定的功课 天天做 要相同的天天做 不要贪求什么感应 不要因为我念了几年了 没有感应佛都没有来见我 菩萨也没有来看我 那你心里就不高兴 我不念你了 你都不看我啊 不要有这种烦情 要好好的发心 那么天天做 假如大家都能这样子发心啊 做了一段时间 您就会知道 在佛法上 是对你有恒大的利益的 念佛也好 持咒也好 拜佛也好 读经也好 但是你要定下功课 天天做 不要贪多 不要贪多 宁可有时间 可以临时增加 有时间 可以增加 假如你是专修念佛法 那这一天你没有事 你可以多念 有事 最起码定的功课要做好 无论如何 定的最少的功课 天天要把它做好 不能有时候缺少 那么从今天发心 敬畏来就这样做 不但不但是今生 敬畏来就这样做 这样子在佛法 才算是真正啊 有发心在学习 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 而大家每个星期来听经 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记好 天天每个星期 星期天发心来听经 一个礼拜听一次 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 要听讲的音乐很不容易 没有人讲就没得听 尤其现在工业时代 大家都在忙 不但是在家人忙 出家人也很忙 有的时候出家人比在家人还忙 在家军事如果他是当老师 但他还有固定星期天 一定可以来听经 那么出家人寺庙里 往往他星期天的工作最多 结果出家人听经的越来越少了 那么在家福山慢慢增长了 多得不得了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在家局是差不多 尤其像教育界方面的工作 他星期天一定有可以放假 可以听经的 那么出家人呢 他往往碰到这个星期天工作最忙了 这个信徒来着了 那个信徒有事了 忙得不够了 不得了 结果啊 他们听经的时间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看 在座诸位你看看就知道了 出家人越来越少啊 客家话有这么一句话 开玩笑 说 后来你不要紧张 紧张紧张 变成这么一回事 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越来越少的原因 因为他忙不过来 他星期天工作更多 这个不能怪他 因为他这一天工作更多嘛 那么他没有星期天了 他的星期天不能摆在这一天了 所以因此啊 这个星期天来听经 法门无量是远学 我们这个来听经啊 了解经文里面所说的道理 最起码 各位来听了这两节课下来 你今天听了两节课 得到哪一句 懂了哪一句 懂一句也是好的 甚至懂了一个字也是好的 总不算空过的 那么比一般人啊 把这个时间拿去造业烤肉啊 那好多了 你们不会去烤肉 总比那个好多了 你坐在这里听经啊 心静下来 就坐了这个一点半钟 也是功德呀 啊 所以 呃 我们学佛要有解 有行 啊 解 法门无量是远学 善导大师也说 越论解 若论解方面的 一切法门无不当学 一切法门都该学 但是修行要有一门深入 啊 那么选择一个法门 还可以找几种来帮助 可以的 但是主修的法门啊 不要缺少 而且要发恒常心 天天做 天天做 不要缺少 啊 所以我平常有个比方啊 修行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跟我们吃饭一样 呃 我们平常人一天要吃三顿饭 早餐中餐晚餐 呃 那么这个三顿饭 你不能嫌麻烦 哎呀 这么啰嗦 一天吃三次 我一次整个把它吃下去好了 那么假定说 你一餐吃两碗饭 那这个六碗饭 三餐六碗饭 我一次把它吃下去算了 行吗 不行的 胃要出毛病的 装不下的 啊 那么如果出了毛病了 那更麻烦了 哦 呃 脾胃主性 脾胃主性 我们这个人生呢 他是个小泉坤 小四大 小天 小天地啊 因为他注重在性 到了时间 因为我们吃三餐饭 到了那个时候 他自然而然会觉得肚子饿 啊 那么这个吃 要正常 不要好吃的就吃个四五碗六七碗 啊 不好吃的就眉头皱起来啊 不大愿意去 啊 不不大愿意吃 看到肚子饿 看得吃贵啊 哦 那这样子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必定要有一定的时间 啊 那么我最近看到这个报纸上有百岁人寿啊 他说 呃 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吃饭了 五碗大碎等 哦 今天吃两碗 明天不吃饭 这样不好 啊 所以必定要有长长的 啊 按照规定 这个脾胃主性 按照这个 呃 这个信用啊 照做 那么修行也是如此 我们的法身会命啊 也是凭住你固定的时间修行来生长的 啊 那么如果今天修 明天不修 一仆时寒 啊 啊 那怕不大 啊 那没办法 绝对不会有所成就 所以要天天做 不必贪多 假如说是我要放下来整个专修行 什么都不做 不可能啊 不可能 为什么 最起码 你要不要吃饭了 要吃饭 要吃饭就得劳动 就得做 不做 没饭吃 啊 那么你不做丹药修行 谁做给你吃啊 谁愿意做给你吃 所以必定要自己也得发心做点工作 啊 那么这样子 大家丰功合作 都有工作 都有饭吃 这样子才算是正常的生活日子 啊 那么说到这里 第四处 菩萨 他尚且要先了解三世佛法 要修习三世佛法 然后到了圆满三世佛法 我们是学佛的 虽然是个凡夫 也应当往这方面好好的下翻功夫 啊 那么这个话我在这里说过了 啊 那不便常常说呀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自己定下功课 不要浪费时间 啊 不要好像是 我我麻麻糊糊 反正我有今天就好了 啊 那么单听经一个一个礼拜 听一次是不够的 好像一个礼拜吃一次饭了 会误坏的啊 那么因此必定要自己定下功课 每天有一定的用功修行时间 那么除掉听经之外 有时间嘛 自己也学习看经 啊 学习研究教理 这样子有解有行 一解导行 这样子啊 才会对佛法上得到真实的成就 啊 那么最后一个 啊 了知一切诸佛平等 经文 啊 这十法前面 估计现在未来就三法了 啊 了知是三了 修行是三了 圆满是三了 三三九九种了 最后一个 了知一切诸佛平等 这是身跪住菩萨已经体悟到 一切法平等的道理 啊 他了知一切法平等的道理 在这里修学三世诸佛的佛法 他也彻底了知三世诸佛本来平等 约理说三世诸佛所正的境界平等 所物之离平等 啊 那么功德圆满也是平等 一样是两族尊 啊 没有差别 啊 那么明白这个平等的道理呀 就知道金刚经所说的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啊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就是诸佛的法 平等没等 明白这个道理 才不替妄想分别心 啊 那么这是圣经 啊 那么后边总结 解释这个意思说 何以故 为什么要这样子修学 求了知 修行 还有这个圆满 三世诸佛的法 还有了知诸佛的法 平等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预令正经 与三世中心的平等 所有文法 即使开解 不由他教功 要这样子做的原因啊 要使令自己的道业 增加 正常 努力精进 能够趋向于后边 五六七柱 一一望上进 啊 那么现在是第四柱 更主要的 就是要进入第五柱 必定要由这个圣经的修学 那么明白三世诸佛法中 啊 在自己心地里面 当下悟到这个平等之理 所以说 以三世中心的平等 估计现在 未来三世诸佛 所有一切法 我彻底明白 在心地之中 明白他的平等之性 啊 了知他的理 是平等的 那么由此 凡是所闻到佛所说的法 有所闻法 有因缘闻到佛所说的法 即使开解 不要等到人家讲第二次第三次 听一次就明白了 就能开解了 开悟了解这个道理 啊 不由他教 不必等到别人来教他 啊 不必等到别人教他 他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 由此 对于这个 呃 第五注的望前进的法门呢 他能够如法去修学 而道于究竟成就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文字 我们要好好的学习 有解 有形 啊 解形并经啊 将来才能到究竟圆满 这个平等之理 我们要学习 现在在我们繁情中 还没有达到意义平等 但是要明白有这个平等之理 刚才讲的修行啊 我这里再补充一句 修行要靠自己耶 啊 要靠自己 要自己发心 自己不发心 旁人没有办法把你拉到基督世界的 啊 要靠自己发心 自己肯发心 肯精进 能够努力望上镜 才有成绩啊 而且这个热度要让它正常的生长 正常的正常 啊 那么 我们修学佛法呀 现代有一种流行病要解 要啊 要知道 不要跟住流行 在佛教界里不要跟住流行 什么样的流行不要跟呢 受大法会 啊 朝三 啊 那么 拜三 那些大规模的 劳 劳动 纯重的这种做法呀 不必去 不必这么麻烦 啊 因为修行要靠自己努力啊 大众共修 像从前的大丛林在寺庙里 禅堂又禅堂的共修 念佛堂又念佛堂的共修 那种的大众共修是有大利益的 那么现在这种的流行病啊 往往会发生毛病啊 啊 那么 尤其 在马路上拜的 哈 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现在的交通太太烦太乱了 啊 马路上不是给你修行的 那是给车子走的 那是交通路线啊 不是修行路线 不要搞错了 要拜佛嘛 在佛堂里拜 在佛前拜 不必在马路上拜 马路上拜 你好像这样的嫌疑惑众啊 别人看起来 你看那了不起啊 这个人啊 台湾拜了一周啊 花了多少时间啊 有什么好处啊 好处在哪里啊 啊 还有生命危险呢 不久之前啊 我在报上看到这么一 一桩事情很可 实在是很可灵的 有这么两个人发心啊 他要拜台湾一周 三步一拜 三步一拜拜台湾一周 从北部拜到东边 拜到花莲 拜到花莲 玉里的地方啊 就遭到车祸 被车撞死了 这个事情发生啊 就很容易被人误会 因为你看这个佛教 佛教搞了这么一套 这简直是自杀嘛 那么死人也觉得 这个活着他也没给他 包庇啊 要发生这个情况 所以一方面自己危险 发生问题了 一方面对整个佛教 有很大的影响 都没有好处 那么那一件事情 我看到那个报纸 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他在拜的时候 已经拜了一段时间了 拜的时候啊 他是个在家人夫妇两个 天天都要跟他家人通电话 天天他的儿子 都要与电话联系 看看他的父母 是不是平安 今天平安过去了 他的儿子就高兴了 可是最后就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我劝大家 如果有人发生 要在马路上拜 你劝他不要在马路上拜 到佛堂里拜 到处都有佛事 在佛前拜绝对安全 这个功德不属于在马路上拜的 不会属于在马路上拜 我不愿意这样子劝人 那就是因为我们要求安定啊 求心地安宁啊 求大家无事啊 不要拢得一些事情 拢得人家乱七八糟的 在佛法里出来一些问题 这不大好 所以我们不必大 赶那些大会 没有什么作用的 看看古人 啊 呃 很高贵的自己用功修行的 这一类人啊 第一个不做灾会的一位法师啊 就是刘宋时代 一直一直到梁朝 就南北朝啊 南北朝的南朝 从刘宋经过萧崎萧梁啊 呃 从刘宋开始的有一位法师 叫做生明 生明 佛法生 生宝的生 名字啊 是日字头文字角 文啊 文章的文啊 文字角 日字头文字角的那个名字 这位生明法师 他很有善根 七岁出家 呃 那么 跟随他的授业师 替度师啊 学习佛法 呃 那么 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啊 就博通三丈了 善人说法了 按照他的传记里面记载啊 二十几岁就开始讲呃 诚实论啊 呃 就摩洛斯法师翻译过来的 这个诚实论二十二卷啊 他就开始讲诚实论 在研究诚实论的 他这一生当中啊 建造佛事 建造佛像 建造道场 呃 那么乃至做种种的 这个以佛法 以众生有利益的事业算不出那么多 啊 可是他从来不曾建过大法会 不曾建过大灾会 那么因此就有人啊 劝 跟他说了 他法师啊 你功德做了那么多了 你为什么不不说这个无浙大会啊 做一个大法会啊 跟众生结缘啊 那个时候有一般学佛的人 对这个做大法会 还是喜欢的 就是有一个大会啊 试阴是阳啊 这个布施啊 修种种的福德 那么 这位生命法师 人家跟他这样说的时候 他就大夫说 这个做大 这个做这个大会啊 虽然是有功德 我的看法 生命法师说 我认为 恐怕功德还没有成就啊 罪业先成了 人家听到吓了一跳 怎么说这个话呀 生命法师说 你想想 那个做大法会啊 呃 别说是其他的损失 厨房里所做的米啊 菜啊 油啊 盐啊 糟蹋 要糟蹋多少 啊 那么人家吃不要的 丢掉的 损失多少 啊 践踏掉的多少 浪费掉的多少 还有 我们学佛要以学佛的慈悲啊 做这些工作 人多四杂 小小这个小小的虫翼啊 那小动物伤害多少 伤害多少小动物啊 马懿在这个地面上 那你便弄一些蔬菜啊 水乱爬呀 乱弄啊 结果那些小动物小动物要伤害多少 所以他认为功德还没有成就啊 也先造成了 所以他不愿意做这个大法会 呃 他还是规规矩矩的 呃 劝大家个人好好修行 呃 呃 那么这样子他肯做 呃 那么他不愿意建大灾位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功德还没看到啊 但是造的业太多了 那些小马小马医呀 虫翼呀 不晓得伤害多少啊 呃 因为这个大多数的人急拢在一个地方工作啊 乱七八糟啊 那问题必定是很多的 因此他不愿意做灾位啊 这个连池大师的资门重新录里面 他的标题就叫做不做灾位 因此呃 连池大师就就说到 呃像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学习 那学佛学佛呀 不是在办庙会呀 不是敢热闹的啊 啊 那么呃 学佛像办庙会敢热闹那个样子啊 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所以修行好好的自己发心 不逼啊 学习这个流行哪一套 那些流行病啊 应当要把它免除掉 这个生命法师 他一直到梁朝啊 这个梁武帝的时代啊 梁武帝的时代 大通六年 就西纪的五三四年呢 才入面啊 那么像这种的 我们就应当要学习 也许我这个老古董啊 跟人家不大一样吧 不和潮流啊 我这个老顽固不和潮流 跟潮流跟不上 喜欢说这些古董话吧 说归说 听归听 信不信有你 信不信有你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我这种说法 那是另外一回事 假如你听过我说 硬是要去赶会 那是你的事情 哦 不过我的看法 只应当自己好好的学佛修行 啊 那么像罗和罗密行难思 释迦牟尼佛在法法经上 赞叹罗和罗 他的修行 看不到的 人家不知道的 不要做给人家看 啊 你又不是做演戏的 演戏嘛 当然要做给人家看了 修行不是演戏 你又何必要做给人家看你啊 所以这是一种 呃 说到这里 呃 我是有感慨的话 顺便讲出来 我唯一 我是劝不要在马路上拜 其他的还不太要紧 绝对不要在马路上拜 马路上拜 我是绝对不赞成的啊 好好在佛前 多拜佛 多赌经 这样子才有功用啊 前面是第四身跪住 讲完了啊 还有一点时间 讲第五 剧足方便住 啊 说多少算多少了啊 第五住的名称叫做剧足方便住 有些地方写着方便剧足住 不是华严经 华严经都写着剧足方便住 其他的经 有些写着方便剧足住 啊 虽然写法不同啊 文字是相同的 只是把方便摆在前面 剧足摆在后边 这么一点不同而已 啊 一样是方便剧足 剧足方便 道理相同的啊 那么方便摆在前面 那么方便摆在前面 这是说明啊 他自己自行方面先注重啊 那么剧足摆在后边 就是画他方面 求圆满功德方面摆在后边 也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这里写着剧足方便住 按照大书的解释啊 他说后边的十种圣经叫做具足 前面的四字分实心叫做方便啊 那么要具足后边的圣经先修自己的自分实心啊 所以叫做具足方便住啊 我们先把这个具足方便书的经文啊 先念一遍 看著经文 在十六页啊 佛子 愿何为菩萨具足方便住 此菩萨 所修善根 皆为救父一切众生 饶意一切众生 安乐一切众生 哀鸣一切众生 度脱一切众生 另一切众生 离住灾难 另一切众生 出生死苦 另一切众生 发生禁信 另一切众生 悉得调福 另一切众生 闲振涅槃 这就是第五诸菩萨 他的自愤修行 具这十心 就是说 第五 具足方便住 菩萨 他自己要先修这十种行 这十种行当中 每一种 不离一切众生 不离一切众生 菩萨道 就是念念不忘众生 时时刻刻 为众生 是他所关注的地方 关注的这个众生 所以 我经常这样想 我们 学习做人 就以菩萨道 哪来做我们 做人的方式 以菩萨道来做 做人的方式 你心里存了这个信念 决定天下太平 为什么 人人都想到别人 都是为别人着想 他没有想到自己 都是替别人着想 就像 梵王经菩萨界里面说的 恶是 像自己 好事于他人 而前面 贤首评里面 也说到 但愿众生 得离苦 不为自身 求安乐 后边经文 也有说到这个话 那么 菩萨道 他是处处 替众生着想 我们把 范围 说小 范围 说小 我们是人 人人都 替别人 着想 什么问题 都可以解决 不会有什么问题 存在 也不会有 你我之真 为什么 处处替别人着想 你能替别人着想 那还会生起什么 就愤 摩擦 等等 冲突的事情吗 一个人会替别人着想 就没事了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就以我们最前的例子 可以举出来啊 给我们做参考 有个人 兄弟两个 他的大哥在朝里 做大官 弟弟在家里 做农业 种田 那么这个种田 农业啊 他哥比的人啊 他做围墙 做围墙的时候 就占他的地方 占了大概一两次吧 占了一两次过来 那么这个被占的这个人呢 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这是我的地方 你怎么站过来啊 那么对方很强 占住间 你有什么话讲啊 那这是我的 那为什么是你的 两个就争起来 那么这边的就说 你不知道吗 我的大哥在朝里做大官啊 那你既然要这样子这么强 我就告到我的大哥那边去 他说你就告吧 我们试试看吧 告吧 诶 两个人闹起来 那么弟弟就把 把这个实际情况 写信啊 写到寄到朝里啊 叫人送到朝里 他的大哥那边啊 说 隔壁的人啊 他请在我们的地方好几次啊 如何如何啊 我们该怎么办 你是做大官的 要替我出头啊 他的大哥看到这个信之后啊 他就回 他的弟弟一首诗 说 千里修书 此为强 啊 让他几次 有何房 啊 万里长城 今有寨 不见当时 秦始皇 就这么一首诗 就这一首诗啊 寄到他的弟弟啊 他弟弟也是赌书人 虽然是农业啊 也是赌书人 一看到他的哥哥寄回来的这一首诗啊 他放下了 了解了 这用不出跟人家争 千里修书 家里到这个金城 到他哥哥做官那个地方 一千里路那么远 修这一封信 书 书信 啊 只为那道墙的几次 哎 弟弟 你让他几次又何房呢 你让他有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劝你让他呀 你要知道 长城万里今有寨 你知道长城谁做的 秦始皇 秦始皇做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还存在 他想要 他要做皇帝 一时二次无量千万事 要做下去 结果第三次就完蛋了 啊 那么长城还在啊 不见当时秦始皇啊 秦始皇老早就完蛋了 啊 真是吗 那何必争啊 哎 他的弟弟一看着这个事情 对了 我们让他 让他 不要跟他争了 那么也就是不说话了 那么戈壁的人觉得很奇怪啊 这么久都没有消息啊 就问他 哎 那为什么你没有告诉你大哥那边去啊 啊 怎么这个 呃 官邸还没有来抓我啊 哎 这个这个 周弟弟的人说 我不跟你争了 不跟你争了 我哥哥给我信 我不跟你争 一首诗 哎 他什么诗啊 为什么不争啊 你能不能给我看啊 哎 也就把这一首诗拿给他看啊 他一看 看过之后 呵呵 我不要 我不要 这几次还你好了 还你好了 我不要了 嗯 万里长城经有在 不见 不见当时 听死亡 这个什么 结果 他这几次也还他了 假如你的地被人占了 你就把这一首诗给他看 我说这个最浅的故事啊 哦 这故事很浅啊 哦 那么很有意思 我们好好的学习 碰到这种境界 假如你能让的话 你不要小看他呀 那就是菩萨道呀 这就是人间的菩萨道 啊 太虚大师经常说 人间的菩萨道 就是这个五圣当中的菩萨圣 啊 五圣里面的人圣跟菩萨圣 啊 联合起来 诸人的道理里面就是菩萨道 假如我们学佛 人人都往这方面下功夫 从自心下功夫啊 不要老是跟人家闹纠纷 冲突争啊 没有那些事情 天下哪有不太平的 所以佛法对于世间实在利益太大了